大家好,我是Liu 接下来继续分享另一款PDF的阅读器 名字是Sumata 因为这款软件的话比较小 我用的比较多 然后 Adobe 它的那个阅读器 文件太大 然后开启的速度 我感觉就是比较慢 然后这款比较小 所以开启的速度会快一点 好了,直接开始吧 还是一样复制下它的网组右键复制 然后打开浏览器 右键 然后拥贴并转到 所有的另接你都可以去描述栏里面看一下 这个我们不用管了 不用反应很简单 然后他这边写了 他支持的这些格式 好了,现在就是直接下载到了 然后他这边有 这是64位的 这是32位的 然后 这是 绿色的版本 就是不需要安装的 我建议就是选择安装版的 然后 直接就点击64位的 因为32位基本上都是很旧的机器了 你直接选64位就可以 除非64位不能用 然后你再选32位吧 好了,直接下载这个 这边已经在下载 好了 因为文件太小了 因为文件太小了 只有7兆 差不多就一首歌曲的 大小 然后点击4 这边选 向我先看一下 这边这两个 你可以自己看着选一下 我的建议就是选上 然后 安装 好了 然后就直接启动 这个很快的 因为文件非常的小 然后我们就可以选择打开文件 我这边的PDF是这个文件 这只是一个例子 打开 然后选择桌面上面 这个PDF文件 打开 它的反应速度 比这个 Adobe这个 快很多的 然后这边查找 也可以查文字的 比如说我要找这个 128 128 它直接就找到了 然后这边可以下一个 这边也是128 这些 你可以看一下按钮 因为它都是写中文的 这是放大缩小 然后旋转 这是单一也算 允讯模式的话就剩下 就是现在这种 这个你自己试一下吧 然后这个是打印 选中一个打印机 然后打印就行了 然后就是电子 邮件发送 就是发送给别人 看一下 视图 双页视图 书记 换等屏 全屏 这些你都可以自己试一下 很简单的 这边可以更改语言 这边可以更改语言 如果你不是用中文的话 你可以切换成别的 然后按下确定 选中语言 然后确定 我再看一下设置 选项 这个默认就行了 不用管它 这边的话 你可能唯一需要改的就是一个视图 就是这边 你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视图就行了 这个你自己看着改一下 可以了 没有很麻烦的功能 所以 关了吧 然后你也可以右键PDF文件 然后打开方式 然后选择这个打开 一样的 因为这个 程序 非常小 所以 它的打开速度是很快的 这也是我非常推荐它的原因 好了 软件的安装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 还是一样 可以的话 帮我按赞 订阅 或者转发一下 谢谢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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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